《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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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画盒子 人最有意思 人永远在探究一种 盒子到底是什么 但是你又随随地都知道 盒子是什么 非常非常简单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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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木头做的盒子 这个盒子可以拆卸的 做工还是很好的 很漂亮的一个盒子 这个作品就是画了就两天时间 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房子 就像某种东西被压缩了 被缩小了 最出的来源就是小孩子时候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待在一个黑的房间里 黑的房间这个房间可能只有一个小的入口 小孩子爬进去以后 他非常有安全感 他躲在里面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世界 这一张呢就是最近两年 就画得比较多的一些管子 管子这一张就是跟线啊 跟这个旋垂感啊 橡皮啊 跟这样的一个感受有关 它是一个有弹性的一个东西 我一直想做一种 看上去没什么东西 但是它有一些内容在里 然后这些内容呢也是说是 我们每天或者是曾经触及到的一些东西 通过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一些 非常简单的物体 然后就是暗示我自己 有这样的东西在 然后又要找到一个办法 把这种暗示性的东西把它画出来 所以又把这个边缘线肯定下来 这个物体就存在了 它这个捆绑就是 你能看出它是一个五个盒子吗 它螺在一起 螺在一起 它就是有一个重量 把它们就是很结实地压在一起 全部是通过这些绳子 捆绑这个箱子的绳子 这一张也是 就是通过这些线 线的一些两个节点的变化 然后就是后面有一个坚硬的东西 因为我们每天是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是能够 有人能够站在这个画面前看两分钟 我觉得很开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